预算30万落地买什么SUV呢 那这朋友说他是45岁 其实基于这个40来岁 我觉得肯定要买一些相对稳重一点的 你这个价格 咱如果说买BBA其实也够 像宝马X1 奥迪Q3 对吧 奔成GLB我就就算了 奔成GLB咱说前一阵出的2.0T 确实动力更好 但是可能落地得超30 所以1.3T我觉得动力要弱 所以这么看的话 其实宝马X1 奥迪Q3 在豪华品牌当中是比较可以考虑一下的了 宝马X1可以考虑那个25i领先型 就是3.98 就是两区的2.0T 那这个车目前中等优惠比较大 基本优惠之后25万左右没问题 落地差不多28.9 肯定不超30 那咱说这个价位买一个宝马 就把X1经过家常了 好排空间变大了 加拿人坐着也是比较宽敞的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后排坐垫太薄了 这是宝马X1的一个明显不足 就是我虽然后排加长了 但是我坐垫的厚度长短还是那样 所以输性一般 只不过占一个宝马品牌 占一个后排空间大 动力上2.0T加7组式双离合 这个不用担心 日常使用的配置方面 像什么导致影像 定速巡航 前排电条座椅 包括10.25英寸的车机带双C都有 另外买这车建议选个座椅加热 应该是3000块钱 这个不贵 如果是奥迪Q3的话 建议版本也是优先考虑2.0T的动力版本 咱说花这个钱了 好歹是个220T 1.4T 基本的是20来万的选择了 推荐版本是40TFSI 时尚动感型 裸车是30.58 优惠差不多给个5万左右 奥迪的优惠一般来说能给到20个点算正常 所以这车至少也得5-6万优惠 裸车24.5 落地27.8 对吧 动力上 2.0T加7组射手离合 这块跟宝马XC基本是一样的 配置方面 它比宝马XC会稍微高一些 多了像主动刹车 自动驳车 还有12.30寸的眼镜一表 包括后排空调 整体配置 奥迪Q3会稍微高一点 如果说你觉得买个BBA太高调了 其实我觉得买个大众化品牌也是可以的 大众化品牌不是大众品牌 本田贯道 2.0T低配 就是370两区豪华版27.98 中端现在给个1万多优惠 问题不大 所以裸车差不多26 落地也在30以内是可以控制的 这个车就是大 后排真的很大 它的后排至少可以堪比像奥迪A6L 就这种中大型轿车的后排空间了 所以这车后排空间很大 家人坐着也很舒服 2.0T的动力还是比较充沛的 倒车影像 低速巡航 什么前排停套座椅 前排座椅加热 就这些配置 它都是有的 在说毕竟花到这个钱了 你买这些车型的配置也不会太低 1.5T就是动力弱一些 噪音比较大 但是优先考虑2.0T 主要开着还是比较痛快的 不足就是它的后备箱空间相对一般 没有那么大 而且后排座椅靠背放走之后 它的平整度也没那么好 所以说如果是不太要求后备箱的扩展性的话 贯道还是不错 因为它的优势在于后排空间 乘坐空间很宽敞 那如果想再大一点的话 就可以看看像别克的昂和齐了 昂和齐入门价格是29.99 那个两驱尊贵型 别看价格仅仅仅30 中端两二辽优惠个三四万 没问题 所以最低版本落地30也差不多 其实这个车我觉得配置还是不错的 别看最低配 它的配置比刚才说那个两驱豪华版的贯道还要再高一些 像主动刹车 并线辅助 车道保持 还有前排的加热通风电动后备箱 就是它的配置明显更高一些 而且车也更大 后备箱第二排座椅放走之后 真的很规整 而且它是个七座SV 所以从空间表现 包括配置表现 咱说以30分落地买个昂旗 还是挺合适的 那如果你能接受中国品牌的话 像配置再高一些 其实像领克09也是可以考虑一下 领克09即使你买低配 也是OK的 但是目前咱说领克09的车比较少 可能需要等一等 没有那么多限车 昂旗基本是有限车的 低配的话可以问一问 你说如果其他品牌 像大众能买到图根L 对吧 丰田零放没问题 像买哈兰达可能很难 哈兰达低配基本都没有车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咱买这些车型的话 肯定往个大来买 坐着空间宽敞 45岁的肯定是 少有老 下有小 对吧 所以这些车型 还都是可以考虑考虑的 假如买豪华品牌 你可能选择一些紧凑型ISV 我的品牌调性会高一些 那如果不是追求豪华品牌的话 买到这些中型ISV 甚至于中大型 也是有可能的 也是有可能的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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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